欢迎观赏这集的台独与武统 台湾人的何去何从 首先我们谈起台湾的台独 在经济实力方面 台湾到底有没有经济实力台独呢 台湾只是一个小岛 而最靠近的国家就是中国大陆 主要的经济迷脉也是仰赖以中国之间的经济往来 如果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上了向上发展的正轨道 而台湾的经济如果不以中国紧密的几年 又台湾的经济又怎么能够成长呢 请靠坐以日本还是韩国等小国的年系的经济 是否能够维持2300万人民的生计呢 而且现在在经济方面 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而且在今年 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 另外 中国的人口有14亿 是一个重大的人口红利 台湾的经济 出口 水果 粮食等等 另外中国可以得到很大的红包 很大的获利 这是最大的经济成长的命脉 所以台独真的以中国大陆脱离关系 是否能够维持2300万人民的生计呢 这好像是一个反方向的行使 而如以前陈水扁所提倡的 脱离中国大陆 与东南亚往来经济命脉交往 东南亚与台湾距离更遥远 而且 这经济的方面 命快 板块 没有大陆那么大 所以是一个又耗时 又耗损金钱的行动 这以台湾的经济命脉的生长 成了反方向 现在我们从历史时刻来想起 一路以来 从清朝以往更远的历史 我们打开世界地图的板块 我们观察到 台湾岛一路来都属于 中国所管辖的一个范围 所以从历史的时刻来观看 台湾一路来都属于 中国大陆的一个小板块 而且 之前 而国共内战 真正的时刻是第一次的国共内战 产生于1927年到1937年 而第二次的国共内战 产生于1945年以至1950年 当时 国民党的蒋介石总统 以中国的毛泽东主席产生国共内战 结果 国民党以失败告终 携带大量的金钱 黄金 逃离 逃到 用飞机运往金钱 黄金运往台湾岛 躲避 中共的追击 而且在台湾岛宣布独立 以抗衡 中国大陆 当时 蒋介石更提倡说 反攻大陆思维 而且现在 中国的主席 习近平 最高主席 已经是 现年69岁 而且 中国的在 军事方面东风导弹 已经成为威胁 美国航母的最高力气 所以 在下一任的五年之内 习近平主席延续 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国家主席 肯定是在 他第三任的任期之内 从69岁到74岁之间 拿下台湾 至于岛上 台湾岛 现在的执政党是 民进党 由蔡英文领导 而国民党是最高的反对党 在台湾岛上 蔡英文所提倡的宗旨 与李登辉的宗旨 是属于一样的唱作双簧 维持在两国论的概念 这与中国的 武统中国是一个反方向 现在中国的军事方面 已经 遥遥的领先了 美国 首先第三方面 我们从军事方面来分析 台湾与中国 统一台湾的分项 而统一台湾的分项 可以 从文统与武统 文统就是 台湾岛与中国大陆达致一定的框架 在和平统一的方向 统一祖国 而武统是 台湾抗拒中国的 统一台湾的事业 所以中国逼不得已 才要用 维持中国共产党的港纲 因为台湾省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他需要通过武力和任何一切行动 收复 统一祖国的大方向 从测试佩洛西来到台湾的事件 我们也观察到 美国 以蔡英文所提倡的 美国与台湾的官司坚落盘石 可是现在 中国自从佩洛西离开之后 马上展开了一周的围困台湾岛的军事行动 美国的雷根号航母 是健壮马上死网 飞铃归海 手绕的坚落盆石 简直是不堪一击 所以 万一在这五年的状况之中 习近平发动了 中国解放军武统台湾 肯定 美国是持着同样的方向 航空母舰远离台湾岛 而 武统 收拾台湾的层面是 不可收拾 如果 台湾进一步的恶化 唱作 台独 主张台独 抗拒 统一 祖国的方向 而民进党 蔡英文所提倡的 坚落盘石是 中共 不会 攻打台湾岛 而且美国会辞严 台湾 就像1996年 台海事件 李登辉提倡的两国志 美国马上派出 两艘航母来到台湾海峡 维持秩序 可是现在 中共的东方导弹 已经 凌驾于美国 已是 糊坚可吹 所谓天下武功为快不过 中国的 东风11-15 从 外太空 以 10到15马赫 击落 这个 击落的范围 可以超过2000公里 就是 操作关岛之外 这个东风导弹 能分成 10到 20个弹头 就算 没有爆炸 直接寄在 航空母舰的 甲板上 也能轻易 把航空母舰 寄成 而且 如果说 一般来讲 照现在的数据来讲 中国的东风导弹的 距离是在 10米之内 简直说 美国的任何 一身航空 在地球表面 不论在 海上 还是地球的哪一个角落 中国都能百分之百的 把它寄成 以海中 而至于 乌克兰 基普才200万人 奥达萨是100万人 而且 乌克兰的面积是 台湾的 10到20倍 乌克兰的面积之大 有足够的众生 来沿往俄罗斯的进攻 而台湾岛就这么小 台湾的人口密度是 乌克兰的 10到20倍之多 人民都挤在一起 万亿发生战事 肯定殃及人民 所以 对台湾岛来讲 人民 2300万是 无法 能够熬得住 中国大陆的 武统进攻的行动 更何况 现在俄罗斯已经宣布 万亿 中国武统台湾 俄罗斯会站在台湾岛之间 只要俄罗斯号令一下 不要运送 以卖给台湾岛天然气 一个礼拜之多 台湾岛就已经 胡天然气 合用 肯定台湾岛就无法承受 中国的围困 所以 乌克兰对俄罗斯所发动的 这场战争 乌克兰的人民死的不多 只是 他们受到的攻击是 反正被炸了 人民跑了 所以 乌克兰有 400万的人民 作为逃离欧洲的难民 诶 中国的拟定计划是 第一波是导弹 东方导弹 以火箭炮 威攻台湾岛的主要军事设施 第二弹是 中国的空军 来扫荡台湾岛重要的军事设施 以主要的军事要塞 而第三波就是 飞机与军舰 及潜船艇 全部都出动 围困台湾岛 以为最后的第四波 中国的陆军登陆台湾岛 做好准备行动 一旦 中国解放军得到制空权 制海权 解放军就会开始 运往中国解放军部队到台湾岛上 陆钉登陆 这次第四波的演练 解放军没有在台湾岛做演习 直接在福建附近演练 登陆台湾岛的进攻行动 而且这四波的攻击行动时候 台湾岛基本上的所有 军事设施都摊了 一旦蔡英文要打电话 通知主要的军事部分 海陆空军等台电话线 根本无法联系 而且有可能 中国这次发动的 围困台湾岛用无人机 飞临台湾岛台北上空 也会发射 或者发生斩首行动 把蔡英文除掉 一旦台湾岛没有领导人 这武统台湾 可以说已经是 正如《孙子兵法》所说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 马上把台湾岛拿下了 而中国至于在两栖方面 用船舰登陆台湾岛 在两到三天之间 总共能够运七到八万的解放军到台湾岛部分 而且现在中国发明的秘密武器滚轮 能够运载更多的解放军 以坦克等攻击武器来台湾岛 而且一旦 中国解放军拿下台湾的制空权 和制海权 它也能够征用中国的鸣鸡 中国的商用鸡大概有1000多架 所以用一个计算 从滚轮以及空运过来的解放军 在台湾岛之间 会达到40万解放军的人数 这是一个相当可怕 相当庞大的解放军人数 现在中国统一武统台湾的策略 不是向二次大战 在洛曼地匠登陆台湾 而是用飞越过台湾岛 采用商用飞机以及滚轮 大量的运送 绝望军到台湾岛上 这是一个更高的思维的策略 滚轮是一个很大的滚轮在船上 它可以卸撞很重的军事设备 如坦克、火箭弹等 击捕车等重要的攻击武器到台湾岛上 而且中国的解放军在习近平主席的号令下 已经达到90%以上的控制解放军 三军的指挥权 而且现在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一字千里 它现在已经拥有了三艘航空母舰 更有更新的武器 中国现在正在制造就是 由动气五、动气六及动气器 将会装上 中国的最先方名的神器就是电池弹射器 这就是说能够把更快的把 尖三十五中国最新的隐形战斗机 垂直的升降以及搪射仪 动气五、动气六以及动气器的 复卫舰上 这使中国的海军如虎天翼 就能够把这些动气五、动气六、动气七 复航舰 变成一艘又一艘的轻型航母 来围困台湾岛 这简直就是说 把中国大陆海军 拥有的航母 以三倍数的成长 而且中国要拿下台湾岛 主要是 中国只是只有两个深水寒港 能够出入太平洋 现在如果一旦拿上台湾岛 中国解放军海军的潜水艇 就能在台南的 赢 这是一个天然的深水码头 中国的解放军 一旦拥有台湾岛的 左赢深水码头 潜水艇任何一个时候 已经在一个深水的海域之中 美国是完全无法监测到 中国的潜艇 这对于中国解放军海军 瀑布 美国围困的第一岛列 来说已经是不攻而破 而且正在中国的解放军属于鹰派 所以他们现在可以说是几乎百分百的 提倡武统台湾的策略 而且台湾岛的军事实力 与中国解放军的军事实力 实在太大 现在中国的解放军已经不怕美国军 根本就是不稍一眼台湾军事的发展 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研究 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 就是陈水扁的时代 台湾岛的空军可以打败中国共产党的空军 这个时候是李登辉与陈水扁的第一年 在公元2008年 就是中国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 中国已经有能力局部的封锁台湾岛 中国解放军能够用飞弹局部的封锁台湾 就是东风导弹等武器 局部的攻击台湾岛 那时的飞弹没那么准确 只是局部的围困台湾 不能够完全像现在的百分百的封锁台湾 而在公元2015年的时候 中国解放军能够百分百的围困封锁台湾 而到了公元2020年 中国的解放军已经有能力 攻下台湾 武统台湾 同样在美国五角大楼的军事报告之中 2021年公元2021年 中国的解放军也是已经有能力 武统拿下台湾岛 这是美国五角大楼军事的白皮书 所公报的资料 自从佩洛西这位83岁的老太太 就是现在 美国的众议员来到台湾岛之后 她是属于美国的第三号人物 习近平那时以拜登的电话视讯之中 习近平曾经警告作美国总统拜登 要管管下面的人 让老太太佩洛西不要来台湾岛 可是 现在 所反映出来 美国的拜登总统 是采用唱双王的两手策略 一方面她说 佩洛西自己来台湾是自己的意愿 不是美国总统的意愿 而且军方非常的不同意 可是当佩洛西来到台湾的时候 她是称作美国的空军 试问如果美国的总统 拜登没有支持佩洛西来到访问台湾 那么佩洛西又如何能够坐上美国的空军 军机飞往台湾呢 这是一个非常不切合实际的行动 而且现在已经公布出来了 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半日的路程 就集于会见台湾岛上重要的晶片厂商 这就是现在美国所提倡的经济晶片 以拜登总统隔日 离开佩洛西离开台湾岛之后 拜登总统所提倡的晶片封锁中国 这是一个重要的策略 接着佩洛西又飞往南韩 以南韩的总统 要求以南韩的总统 隐行来与会面 隐行来与正在放假 以和大学生一起野餐为由 会议为由 不能够参加以佩洛西所举办的会议 这中医院佩洛西是要台湾 以南韩之间的三星交出晶片的制造权 给美国 让美国更进一步的控制 中国的半导体晶片的制造 完全的封锁 中国在晶片上面的成就以及发展 不过根据最新的消息 由于中国在量子电脑的发展一直迁离 现在中国已经破围了 美国的晶片上的经济封锁 更传出中国的华为 能够用量子电脑所提供的基数 以不惜代价就是以3比1 就是说以6片14奈米的晶片合成更高级的3到5奈米的晶片制造 不过这完全的破围了 美国台湾以及南韩在晶片上封锁中国 而且美国的晶片封锁就是说 在更高级的方面的制造 不让中国能够有这个晶片制造 不提供EUV等技术机器给中国 不过中国的华为能够在没有EUV的补助之下 用电子电脑的技术 堆积已制造成3奈米 这完全这个行动 以制造半导体的行动 已经重动的主下了美国拜登 更何况现在中国的科技已经是一日千里 中国在太空站 两个太空站已经在地球的太空中 就是已经两个20米的大太空站 已经完全的改变位置 衔接在太空中 这已经是成为全世界在美国 已经俄罗斯所弃用的太空站之后 唯一个人类能够应用在太空表面的太空站 更何况现在中国的太空船已经到了火星上 更有太空船降落在月球的背部 这是美国的太空事业无法达到的境界 而且经过这个佩洛西众议院来到台湾之后 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拜登总统的信任已经下滑 所以说他提出了八项制裁 拒绝以美国更进一步的接触 更有最新的消息就是上周 曾经在东协的会议上 中国的外交部长 俄罗斯的外长 王毅以及拉夫罗夫紧密的拥抱取卵 而且王毅马上离开以 比尔利肯所要求会面的东协会议 所以中国现在对美国的信任度已经下降到零 更何况现在美国拜登总统 国内的支持度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八千 这是在美国的宪政的总统的支持度之中 达到最低的水平 所以中国大陆在佩洛西事件之后 马上推出白皮书 就是宣布台湾是一个自治区在中国武统台湾之后要如何执行 所以这已经反映出习近平的决心要在这五年之中 就是在他74岁之前 完全武统拿下台湾 至于台湾到底到时的选举是 民进党还是国民党 哪一个人当家 哪一个党当家 这已经不是习近平所要关注 习近平所关注的是一个 更高的策略更高的大局 就是武统台湾 完全控制台湾岛 而且现在美国 在军事方面 已经不是中国大陆 特别是在台湾海峡 不是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对手 现在美国急作奋起绝追 试射 极高音速的导弹 不过在这方面 它的技术层面 已经远远的跃落在 中国以及俄罗斯之后 因为在美国 从公元2000年到2020年之间 它只是把军事 部地在于围攻更小的国家 从来不能够以俄罗斯 与中国大陆的大国 有过交战的记录 所以对付小国阿富汗等小国之间 他们小国根本没有军事威胁 能够攻击美国的航母 现在中国已经 以俄罗斯发展的更高的超音速导弹 特别是中国的东风导弹系列 东风11 东风15以及东风24 26 能够以超过15倍 马赫尔的音速 击落下来 这能够完全百分之百的击落 美国的任何一艘航空母舰 在地球的表面 能够把航空母舰 寄成于海底 所以美国现在的策略 就是说 在这五年 发展极限速导弹 发展轰炸机等 武器能够对抗中国 不过把 超音速导弹 放在哪一个位置 也是一个头疼问题 万一它放在哪一个位置 也会成为中国第一波的 东风系列 以及火箭炮 攻击团围 就是说 在中国围困台湾的时候 在第一波的火箭弹 与东风系列的导弹 就能够把它 这个区域的极速导弹 击落 所以对台湾岛2300万的人民 要保护自己的身家财产 是要支持台独呢 如果台独的话 中国肯定会 偶统台湾 这样 台湾岛的生命财产 2300万 人民的经济 与财产 要如何得到一定保障 而且战争 肯定会死人 到时会死多少人 这是台湾岛 人民所愿意看到的愿情吗 所以 既然两岸有这么大的军事差距 为什么台湾岛的人民不能够 采取更温和的策略 以中国方面沟通 避免这场战事的发生呢 而且中国的主席习近平 已经在2019年 发言说要台湾岛人的领袖 谈谈两边和平统一的事情 在今年又第二次 现在向台湾岛发出这样的讯息 要求台湾岛领导人能够 好好的来 以中国沟通如何 文统就是说和平统一 台湾岛的事情 而且现在中国的白皮书 已经组出 统一后的台湾岛自治区 要如何的控制 所以可以看出 中国武统台湾的信心是百分之百 而且现在在台湾岛 蔡英文的民进党 已经基本上掌握所有的资讯 发言以及经济命脉 更能够封杀台湾岛 就是国民党的电视台等行动 所以现在国民党 台湾的反对党应该 要能够说 提出更好的和平统一的策略 与中共能够共通 这或者能够进一步的化解 台湾岛人民会遭遇到 中国武统的命运 一旦武统发生 这就是把2300名的 人民的命运 往咸牙里跳 台湾岛人民 2300万人民肯定有不同的声音 肯定不想有这样武统战事的发生 所以台湾应该要 国民党要提出更温和的策略 也希望中国的武统不能够发生 让台湾能够通过更好的维持 文统的事业 台湾岛的2300万人民享受 更和平的日子 在这几片尾 我会附驾 英国的摇滚业 回问美国的CNN记者 要回去读书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是 北约不断的围困俄罗斯的结果 北约不断的通过 通过到俄罗斯的门口乌克兰 让俄罗斯不能够不 促兵乌克兰 以维持自己的军事的安全利益 同样的 台湾岛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在历史的时刻 摇滚业 传奇 回问美国的CNN 要回去读历史 读书 在历史上 台湾岛是属于中国不可以分割的 祖国的一部分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 武统台湾 或者文统台湾在 中国共产党的港缸之中 是一个不可切割的部分 而在美国的利益之中 台湾只是一个边边角角的利益 美国不可能为了 台湾岛与中国直接的对抗 更何况 中国现在拥有了 东风导弹系列 在多次的十多次到二十多次的军演之中 美国五角大陆的兵器推演 会有两艘至少美国的航母 会被中国击落 而且美国会损失超过一千架的飞机 对于我来的推测 如果美国在这个时刻 与中国发生台海的战事 肯定 八十到九十八仙的 美国的太平洋海军 如果出售五艘航母 肯定会八九十八仙 四到五艘航母 会被中国击沉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东风导弹系列 马上发射军事演习 美国的航母马上不甩 台湾马上远远死离 死往菲律宾海 避开东风导弹的系列的威胁 所以美国要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 是不是美国可能会以中国发生战事为了台湾岛吗 这是不可能 台湾只是美国用来制衡 中国崛起的一个抗门狗 正如乌克兰也是美国用来制衡俄罗斯 的发展军事的一个抗门狗 而且台湾岛的以前著名的 演说家李敖先生也曾经说过 以色列是美国的抗门狗 为什么以色列抗门狗不需要向主人买骨头 就能够得到美国所提供的武器 而台湾这个抗门狗还需要向主人花钱来买这些武器 台湾岛的苏启教授也是有重大分析 就是说一旦中国武统台湾 美国是百分百的是不会参与这场战事 而且美国的航母会极其远离这个地 而且武统台湾是势在必行 这是习近平一个最大的正式方向 最后希望大家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够过上没有战争 烟消的日子 台湾岛 2300万的人民能够在更好的没有战事的发生中 过上日子 我们真的不希望有战争的日子发生在台湾岛上 特别是武统的事件 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台湾的台独 与武统台湾人民的何去何从 这个节目谢谢 大家再见 你认为任何战争 当它开始 你必须要看历史 你可以说 它开始在这个日子 你可以说它开始在2008 这个战争 这战争是基本上 关于战争和反应 的NATO 运动直至于 美国的战争 你当时的东西 你会说 你会说 我们的联系 你当时的联系 你的联系 你有没有联系 联系 你冲剑2 你冲剑2 你死了 因为 你死了 你死了 你完全是状态 都在这些 很难 的 那些 我会想 我们是继续 去 可 但 泛于 你死了 你死了 他爸爸在 World War II, thank God 在美国, thank God the Russians had already won the bloody war almost by then, don't forget 23 million Russians died protecting you and me from the Nazi menace and you would think the Russians would have learned their lesson from war and wouldn't have invaded Ukraine well, you with all your reading, I would suggest to you Michael that you go away and read a bit more and then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do if the Chinese were putting nuclear-armed missiles into Mexico and Canada the Chinese are too busy encircling Taiwan as we speak they're not encircling Taiwan,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and that's been absolutely accepted by the wh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ince 1948 and if you don't know that, you're not reading enough go and read about it did we solve anything here today? no, well, yeah we did well, I mean, no we didn't I mean, Nancy you're believing your propaganda your side's propaganda you're defining it as propaganda but Taiwan, you cannot you can't have a conversation about human rights and you can't have a conversation about Taiwan without actually doing the reading Roger, if you're having a conversation about human rights at the top of the list of offenders are the Chinese why is it always the Western world? it's the top of your list why is it always the Western world? the Chinese didn't invade Iraq and kill a million people in 2003 in fact, as far as I can record hang on a minute who have the Chinese invaded and murdered slaughtered their own their own bollocks that's absolute nonsense complete nonsense you should go away and read but read some proper hey, my problem is I spend too much time reading your liner notes okay? thank you for doing this thank you I appreciate it you're talking to me it's always a pleasure is it? okay oh my god you're such a troublemaker please don't call me that what? my god we had 15 years I spent several years I spent a while in the nursing school to take a shelter I've spent a long time reading I spent the last year I spent the last year I spent a lot of years I spent one hundred years and we paid the last year and came by playing you're still available I'm still in here I'm still in here I'm still here I'm still in here we're doing all the Taiwanese people I'm doing that's it that's it 这就是今天你们这批人 你拿了你骗到的位置 你拿了我们的给你的纳税钱 你干脆的结果 他不是宝台 他是祸台 他不敢啊 傻孩子笑着挥手手 我在这里 我这层的呼喊 我在这里 这疼荡的宇宙 谁展开眼看见我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作为道德佳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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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景 啊 看哪 不尽心化 弱太 policy 啊 看哪 你 哦 哦 黑暗在你 哦 没有光暖 叫你 拥抱所有的 是你 黑暗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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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永恒的距离 黑暗死你 永恒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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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呜合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疯狂的宇宙 谁睁开眼看见我 坐在这里 我爱着你 作为道德家乡的礼 抱歉只能语尽 究竟何为了你 只想绷尽替代爱意 到底是个我是你 无人能够感尽 时光暖尽相悲 愣不顾心 啊 看哪 不仅心晃着他一脸 啊 看哪 好不由于开启下雨 黑暗三里 这永恒的距离 哦 黑暗三里 哦 黑暗三里 哦 没有我能将命 空warming 拥抱左右的 就是你 以后 自己 毅胖的 也罚着你 预估 我是你 那 我就需要你 heaven 你 都 佔和唯ут 你 这永恒的证明 黑暗死你 没有光荡的证明 黑暗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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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